最新消息都是大家关心的 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 为中缅边境我方一侧 实兵实弹演习 这个消息 大家关心吗 这事和什么有关系 你来看看解放军报的报道 解放军报说 2024年4月2号 根据年度训练计划 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 组织陆军组织空军 在位于中缅边境我方一侧 举行联合实兵实弹演习 干嘛呢 咱们突然间在那空军都出动了 联合实兵实弹演习 内容四个 一快速机动 二精确毁滩 三立体分控 四联合打击 还包括其他一些内容 最重要是这四个 其中精确毁滩 这词我第一次见到 毁是毁灭 毁灭性打击那个毁 瘫打那个生活机门不能自理 打瘫痪 打瘫了拉倒 精确毁滩 立体分控 联合打击 语我精确毁滩 立体分控 这些字眼非常醒目 我估计有人会特别敏感 乃至心生忌惮 那就老实点吧 在中缅边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二为什么要到那个地方去演习 演习 缅北那地方有一些电炸对不对 有一些把中国年轻的姑娘小子骗到那地方去 叫你骗自己的亲人 还有什么嘎腰子之类的事情 大家听到不少传闻吧 已经解救回来很多了 但是这事还没完 就因为这些事情的存在 所以呢有这么一场演习 这演习咱们通常对外讲都是没有针对性的 没有针对性的 为什么没在别的地方演 要到这个地方演 而且空军都出动了 解放军报说 不光是空军出动啊 4月2号早上8点 滇西南边境 指挥员一声令下 演习正式开始 首先是装甲步兵出动 其次炮兵出动 第三防空兵出动 第四陆航出动 第五空军航空兵出动 这说了几个 这就五个方面的部队啊 参演部队快速机动 就到达预定演习区域 然后分区分层措时措位 开展联合士兵时代演习 这次演习 在战区统一指挥下 各参演兵力按照作战的要求编组 以体系化出击 协同作战 精勤筹划组织 第一武装巡航 第二联合侦察 第三呢联合侦察预警 第四联合空防管控 第五联合火力打击等等 实战化的科目 特别强调多个火力打击群 快速进入预定阵地 对临机指示的目标 进行分批次多方向火力的精确联合打击 不是有人不老实吗 不是有人蠢蠢欲动吗 不是有人胆敢对14亿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小毛贼是这种电信欺诈吗 不是有人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弄到那个地方去了以后 以残忍的方式对待吗 据现场的指挥员介绍说 这次演习的实战性非常强 生命财产的安全 最后说 擦眼官兵纷纷表示要保持高度的戒备随时做好 应对各类突发情况的准备 就在这次警方军报道的这次联合演习的前一天 中国警方和缅甸警方最近开展了国际警务执法合作 记得吧 在缅北木届地区 看着联合打击行动成功又抓了800多跨境的电信网络诈骗的犯具嫌疑人 这里边有缅甸人有中国人 缅甸的人是455名 中国的犯罪嫌疑人352名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上个月底已经全部移交中方了 您对我中国人民解放局实弹实演 这场大功能的军事行动有些什么样的评论和看法 请您留在后面 感谢收看 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市同城区居民司马南 再见